您好 袁月月女士在吗 是我 这是您的订单 对了 这是我专门从蓝晨酒店取的 记得给五星好评哦 爱你哦 喜欢吗 喜欢 谢谢你的蛋糕 这个蛋糕呢 只是开始 我还有礼物要送给你 以他的风格 不是要把自己当礼物送给我吧 这个开场已经很隆重了 别的礼物 我们下次再送 行不行 从今天开始 这个餐厅还有我的永久使用权 就归你了 好 谢谢啊 谢谢 谢谢 怎么跟我想象中的感动程度 有点距离啊 月月生日快乐 谢谢 以他的酒量 我今天非罪不可 不行 得拿出我的毕杀计 自家喝酒 要喝 就要喝开心 你这是干吗 小蜜蜂啊 小蜜蜂啊 我不会啊 不是吧 也太没有生活了 你又不是不知道 我平时的生活都是些什么 这样 我教你 就像我这样啊 两只小蜜蜂啊 飞到花层中啊 飞呀飞呀 石头 剪刀 不敢 怎么样 我还是不会 你该不会是想把我灌醉了以后 对我图摸不轨吧 对我图摸不轨吧 我是那样的人吗 我 要不然这样 我先让你量杯 怎么样 这下也可以了吧 可以可以 来来来 玩儿 你 吃了 坐坐 喝吧 来 嘴 想吃西风啊 飞到他肚中啊 飞呀 呜呜 飞呀 啊啊 飞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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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吧 我说不会嘛 走啦 两只小蜜蜂呀 飞到花筒中呀 飞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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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数了 啊 对啊 你刚才输了 输了 我怎么会输呢 明明就是你 你耍看 出老街 你滑全出老街给我看 我不管 我要去拿酒店喝一次 我不许 你不许什么 我不许你再吐了 我想喝 我 我 去 我 我 你 我 要 只要你 不许你 我 我 小月姐 早啊 快 爷 早啊 她起床了吗 小月姐 吃点早饭带走 那补充体力啊 我不吃了 我那个我 餐厅还有事呢 害羞了 哎 是 月月 进来 早上 昨天辛苦了 给你加个餐 看见月月了吗 袁月月 你为什么不摆植住自己 人不风流往少年嘛 再说了 那些都是酒精的错 那能怪酒精吗 你一个体育生 连铁饼都不在话下 那能还反抗不了他吗 所谓的酒后乱性 那都是借口 算了吧 大家都是成年人了 既来之 算之喽 可是 可是他毕竟是名义上的姐夫 可是他喜欢的还是袁月月呢 酒不能有节操一点吗 小晨姐还没回来吗 她没给你打电话吗 没有啊 没有啊 他电话关机的呀 你说这丫头 这大晚上的 一个人在外面 怪叫人担心的你说啊 是不是 给你打电话 你打电话 也 Etко 我说 你打电话 你打电话 刚才过来 小元界虽然表面抗拒 但他现在心里指不定就 你先进去了 我自己等 好 我先进去啊 那我先进去了 我先进去了 你看看人家对你多在意 你就这么回报他吗 不要相信 他做这么多只有一个目的 什么目的 船 喂 你是天使 能不能纯洁一点善良一点 让我把脸往哪放 不错嘛 学会调谷离山了 你打算躲到什么时候 你干嘛总躲着我 我没有啊 那你刚才在外面干嘛 看星星啊 你应该不会是 害羞了吧 我是那么没有见过世面的人啊 你见过世面 口好渴啊 下去喝杯水 你还跑不跑啊 如果 我不是你看到的这个样子 你还会这么对我吗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 没有 我就是 我就是突然一向心里 特别没有安全感 那我就给你安全感 月月 不管你是什么样子 我都会喜欢你 你在我心里面 是独一我二的 没有人可以代替你 真的吗 当然了 这个答案你还满意吗 那你还不可以表示一下 不可能 我你 就 人家 作词 你 对 你 对 你 没 你 你 对 对 我 这么久了我爸也没个消息 不会真出国了吧 老妈也不接电话不行我得回川天室去看看 笑容你过来一下 小元你该不会也不是没有那个可能 你拿着 月月你这么慌张去哪儿啊 二十五 好 谢谢 小龚你买啥子 刚才那女孩买了什么 你给我来使的 四个啊 好好好 来 宴运报 小龙啊 有个事儿想找你咨询一下 嗯 我有个朋友 他呢 有个姐姐 月月 你这么慌张去哪儿啊 这么重要的事 怎么不跟我商量 老板 这个需要您签下字 好的 文娟 假如你的女朋友要是怀孕的话 来 老板 我是不会让我的女朋友未婚先孕的 我是说假如 不不不 老板 没有这种假如 月月可能怀孕了 老板 其实犯合同诈骗罪的是你那个朋友的姐姐 但你这个朋友怀孕了 按照道理来讲 孩子是享有合法的继承权的 可继承的这个财产也算是诈骗所得 如果数额过大超过千万的话 这事就麻烦了 那如果过一呢 按你这个朋友的量刑就是无器图形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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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会又是那个朋友吧 怎么可能 你看师傅像是一万富翁吗 他不是吗 我建议你的这个朋友 早点和对方说清楚情况 私下和解 不然的话就自首办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嘛 坦白从宽 完了 事情越来越麻烦了 女孩嘛 遇到这种事情 惊慌也是对的 可是遇到这种事情 不是应该第一个告诉我吗 老板 说句心里话 小元毕竟还是没有得到董事长的认可 在这种情况下 她不是没有想到你 可能 她是真的自己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但是她更不愿意让您为难 既然如此 我得让爷爷认可岳岳才行 好 5 8 8 8 2 8 3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 叫她当爸爸了 四宝 约约 不管她是男孩呢 还是女孩 我都喜欢 要是男孩的话 我就教她打球 要是女孩呢 就跟你学做饭 要是双胞胎的话呢 那当然是再好不过呢 我都不知道 原来你这么喜欢小孩子 不是我喜欢小孩 是因为她 是我们两个的孩子 见到你之后又开始说胡话 难道这是爱情吗 对了 我带你去爷爷家 去爷爷家干嘛 你现在已经怀孕了 爷爷不能不承认我们 我们呀 再也不用瞒他了 可以光明正大地告诉他 我们已经和好了 你这里怀的 可是温家的骨肉 以后温家呀 你最大 只是 是不是有点太着急了 你看 还没确定呢 这个说不定也不准啊 对吧 我都已经把工作推了回来了 而且我都跟爷爷打过招呼 说我们一会儿就到了 走吧 那是不是有点太草率了 不草率啊 正好你到现在 都没有正式拜访过爷爷 今天一起去 把所有的误会都解除 要不然 还是再考虑一下吧 走吧 对了 妈 怎么不好啊 现在就去把婚姻 给我解除了 妈 我正准备去找你呢 这都快一个月了 实在不好意思啊 这会儿我有失水准了 毕竟啊 跟她离婚这么多年了 有点摸不准她的套路了 那你在哪儿找到她的呀 以我对她的了解 她肯定会耍小聪明 自以为最危险的地方 才最安全 我想她肯定就躲在 老家的茶馆里 就在川剑市 跑了好大一圈 找变了所有的茶馆 没想到 这叫兵不厌诈 没想到吧 我现在躲在 我们自己家门口 谁让你开口说话 闭嘴 这个不好看 咱们现在就去找 问老太爷 呃 我们确实是这么打算的 不过有个突发状况 嗯 什么 月月她 怀孕了 女婿 可以啊 速度快 效率高高 你看咱们现在这个情况 我们没办法了 不过勉强算起来 极大欢喜 呃 呃 所以我们打算 先把这个好消息告诉爷爷 别的事情再慢慢商量 啊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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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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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完了 会不会开车 别耍我孩子睡觉 有件事情我还是得跟你说清楚 我知道你担心什么 你担心爷爷不认可你 可是你现在已经怀孕了 他没有理由再拆散我们了 可是我 可是什么呀 走吧 什么 你竟然让他怀孕了 我知道我和月月和好的是瞒着您 是我们不对 可是事已至此 我相信 您不会去拆散一个家庭 更何况 您不是一直想要一个重孙吗 现在 既然有了 我看这个月 就先不结了 没事的爷爷 这月可以结的 反正你也不喜欢我对吗 我看在你啊 有自知之明的份上 那我就勉强地接受你为 我们温家的孙媳妇 谢谢爷爷 快 谢谢爷爷 你不死了 你不死了 你不是 可以吗 你瞅你呢 瘦了八肌的样 可千万别影响 我重孙子的健康 现在 午休时间到了 你现在回去睡觉 好好给我养着 那爷爷 我们就先走了 爷爷 我 你怎么还不走啊 你别累着我重孙子 快 走了 爷爷再见 走 哎呀 温董吩咐了 以后出行请用这辆保姆车 由我给做专制司机 你看 我说了吧 爷爷就是嘴硬心软 还很傲娇 相处久了你会发现 他还挺随和的 不仅随和 不仅随和 还挺随意的 妈 你们这是 都不要钱吗 小元你看 好可爱啊 又想骗我生女吗 根据老板的吩咐 男孩都我也买了 不管是男孩女孩 只要孩子是我们的 我都喜欢 老板 来 这个上面还有几个 注意事情 怎么 有个秘密跟你说 你看看你们这节奏 我跟李温真都交往一个多月了 他就送了我三十多份礼物 这还不够 难不成 你想要 我这样的礼物啊 那 那我跟他最亲密 也只要亲亲而已啊 你这种礼物 我还年轻 我就不年轻啊 年轻 年轻 吃点苦瓜 好 来 这 老板 孩子的名字想好了 当然了 我早就想好了 你们看啊 我的英名叫散 私家的小名呢 又是月 所以我们的孩子 不管是男是女 都叫温日月 怎么了 挺好听的 我怎么觉得 这个名字有点怪怪的呢 很奇怪吗 我觉得这个名字很好啊 你怎么觉得这个名字 这个名字集天地之灵气 日月之精华 这个孩子以后必成大气 不舒服吗 让老板 孩子的名字会伴随孩子一生 我还是觉得谨慎一点好 没事 都翻翻什么 吃惊处词什么的 再想想 想什么想 我觉得挺好听的啊 你怎么啦 月月 你还好吗 你没事吧 我来打姨妈了 怎么办 怎么办 要不然我们去跟爷爷认错 就是我们验错了 验错了 谁知道那个破玩意儿过期了呀 他不准啊 我们还是去跟爷爷 把话说清楚吧 可是爷爷不会允许 这种错误发生的 可是这种事情 他也瞒不下去啊 那也不行 他要是知道了 会立刻把你赶出温家的 那能怎么办 总不能现在 立刻马上怀一个吧 我看靠谱 啊 嗯 嗯 咋呀 挺好的 拿下 我的孩子怎么能长得像别人呢 帅 我说我太太太 你怎么会有我们家户口本啊 我派人去你爸那儿取的 师父啊 你到底想干吗呀 你看啊 我们都已经打算要孩子了 总不能让孩子一出生就是个黑户吧 所以呢 所以我们今天去民政局 把结婚证给了 可是我们还没把约结了呢 那你能把你爸绑过来吗 我不能 事实是这样啊 你看 要不然我们还是找一个良辰吉日 我们去找大师算一算吧 不用 现在已经是科技时代了 不用找大师 今天就去啊 会不会有点太匆忙了呀 结婚这么重要的事情 我觉得我有必要去买件衣服 不用买衣服 你看 我都已经准备好了 怎么 不想跟我结婚了啊 我想啊 我做梦都想 那赶紧下车啊 来 你要记住 你妈妈的名字叫袁思雅 好 好 好 等一会儿我们领完证啊 我们就去好好读一个蜜月 这段时间啊 什么都不要想 好好玩就行 等读完假回来呢 我打算把家里重新装修一下 现在色调呢 好像有泄漏 不过最后呢 我一定给你个名正言顺的婚礼 月月 我们和好的事情 瞒着爷爷 她已经很生气了 她要是知道你是假怀孕 肯定会接受不了的 所以 这是目前为止最好的办法 就算爷爷到时候不同意 我们也把证领了 我相信 她能看到我的决心 走了 恭喜二位 请出示一下双方护口板 谢谢 月月 护口板 哦 这位小姐 请问您是资源来结婚的吗 不是 不 对不起 我不能跟你结婚 你知道我到底是谁吗 你该不会是我十三多年的妹妹吧 我没跟你开 对不起啊 有一点激动 你到底是谁啊 我是 是 我是元思雅的双胞胎妹妹 元月月 我姐在婚礼前夕逃婚了 我爸连虹带骗 把我抓过来顶替她 所以我才在婚礼当天逃跑的 我本来有很多机会可以告诉你的 但是我没有 因为我怕连累我的家人 对不起 是我骗了你 但是我不能再冒充我姐跟你结婚了 我要是不装作老男人吓你 你应该早就说出真相了吧 你不用把责任揽到自己的身上 我不说是我的问题 其实我们可以一起面对的 对不起啊 真的对不起 没关系 我知道你的故意 你是害怕元家受到波及吗 那我也不该骗你 我装老男人吓你的时候 其实也很怕说出真相 我在外面有野男人 我是因为他才逃婚的 他是我朋友 好 该不会就是你跟我提过的 野男人吧 对你那个时候 你是吃醋了 我老婆有野男人 我不吃醋 拿着放鞭炮庆祝啊 拿着放鞭炮庆祝啊 你想解约呢 也没有问题 真的吗 一百万 我只是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 一万 十万 那你没事 为什么不去上班呢 我就是一个卤士 死保自己 这不就是典型的 抑郁症症状 问我要十万块 还装抑郁症 你们一家都是王子病 王子都被你整抑郁了 早知道你也喜欢我 我干嘛费那么大劲啊 所以 我能理解你的感受 我答应你 以后我再也不会对你说话 我们之间不会有任何秘密了 别急骗我 你更害怕失去我对吗 我才不害怕失去你呢 刚才是谁说我不会说谎的呀 我怕 我怕失去你 可是爷爷那边 爷爷那边 我来想办法 就是谁都不能够 操约 你更改叛 约约已经都告诉我了 你们有什么打算吗 你没有什么打算吗 我的打算呢就是 过两天就走 哥 你们能不走吗 老爷子是什么样的人 你我都很清楚 可是你和爷爷之间 还有很多的误会都没有解除 那不是误会 老爷子对我的讨厌呢 是从来都不加掩饰的 即便这么多年来 我从未有过 务逆他的意思 其实我只是想 好好地辅助你 真的 但是就算是这样 也得不到他的 一点点的关注 对不起啊 哥 这么多年 委屈你了 谈不上什么委屈 我其实已经习惯了 我这个人呢 任何事情 都可以妥协 但唯独嘶哑的事情 我绝对不会 做出半点让步 可是你们准备 躲一辈子吗 清晨 爷爷什么样的性格 你我都很清楚 如果他真的 那么好说话的话 那我这些年脑袋上 就不会扣一个 私生子的名号了 对吗 一辈子躲起来 也不存在的 暂时的 你放心 我一定会拼尽全力 光明正大的再回来 来 来 最喜欢的按摩椅都带来了 你说这是要把家搬过来的节奏啊 好 你别想太多 你别想太多 这不是给你的 我是担心我那虫孙子 在你肚子里边受委屈 爷爷 我没有那么娇气 我觉得 你觉得可不管用 你看你现在瘦的 再给我翅膀十斤以上 爷爷 我跟他刚结婚 您就住进来 不太合适吧 我说合适就合适 我做了 爷爷要是真的在这儿住下去 我们的肺精非得盛房 对 我尽招招招吧 李臣 我今天给你请了一个 非常重要的客人 张医生 来了 你过来 明天 我会给夫人做一个 全面的身体检查 来 把袖子挽起来 诶 张医生 我们能不能改天再花烟啊 我太太 她有点晕针 没错 晕针是个小问题 我下针很轻的 我还晕血 那就淹尿吧 我早上没喝水 社友 那就喝吧 这一看就不带我说话呀 快喝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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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今天晚上就别在这儿睡了 爷爷 我们是夫妻啊 谁规定夫妻就得睡一块啊 你说你小时候睡觉的毛病多的是 你万一要把我那虫顺子给踢着了呢 爷爷 不会的 而且我一个人睡的话 我晚上会有点害怕 那就开灯睡 走 回你房间 走 走 你要去哪儿啊 爷爷 我上个厕所了 年轻人哪 你 Ma 能不能惹吗 爹爹 我真是上厕所 船濟 你在哪儿啊 我大人 你怎么还不睡觉啊 人老了 叫手 算了算了 我投降了 我真的回去睡了 别急是 起来了 爷爷带你到外边 去干点正经事 什么正经事啊 这个袁思雅 他不是我心里想的孙媳妇的第一人选 但是她现在怀孕了 也算得上是名正言顺的温家人了 你得给人家一个求婚的仪式 庄重一点 这也显得咱们温家人的大气啊 爷爷 让我歇会儿吧 你看你 上次你们俩双双逃婚 弄的那场面是十分的难堪 丢了咱们温家人的面子 现在你们所做的一切 就是要把温家丢在地上的面子 给我拾回来 爷爷 捡面子归捡面子 能不能等我睡醒了再说 现在也太早了吧 你给我起来 你看一下这款 它的质地和橙色都非常好 而且是出自名将之手 光打磨的工序 就好几十刀了 还有这款 老板 今天怎么这么糟 这款也非常不错 嗯 爷爷搬去我们家住了 啊 那华余你得上一个见招拆招吧 这些就是我们电影最新的款式 就这个吧 一款好 的 对 你还算是 对 你还会说 你还没想像这样 啊 你还没用 scriptures 这就是我们店的镇点之宝 这是价格吗 你就不要报价了 我要了 还有这个项链 一起打包 好好好 爷爷 你要那项链干吗 爷爷我有钱 我任性 辛苦了啊 您慢走 不客气 欢迎下次过来 来 王林 霸道总裁 靳真 你看一下 你看是浪漫套餐好呢 还是宫廷套餐好啊 我说了也不算 您觉得哪个好就选哪个吧 这个臭小子 这可是你结婚 又不是我结婚呢 看看 就这个 爷爷怎么买了这么多东西啊 我还以为逛妻是女孩子的喜好 原来 爷爷好这口啊 到时候您就知道了 爷爷 拿着 给你你就拿着 谢谢爷爷 那么小家子气啊 记住了 你现在可是温家的长孙媳妇 你这点礼物都承受不起吗 长孙媳妇 爷爷 66666 谢谢爷爷 别忘了 你这点礼物都承受了 老师 你这些 你这些 那个 是 你这些 有点 是 有点 有点 你这些 你这些 我说 什么 你这些 我说 你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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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爹 我要说的不是这件事 我这件事情情况比较复杂 我一时间不知该从何说起 那就等你想好了再说 你现在要做的就是 时刻守护在他身边 别让他和孩子有什么意外伤害 如果我重孙子 要是出现什么闪失的话 那我就拿你们俩试问 您就那么在乎这个孩子吗 那当然了 你现在已经不听我的话了 那我就只有把所有的希望 寄托在我的重孙子身上 对了 斯雅让我跟您说一声谢谢 她说 您给她的礼物她很喜欢 不用谢 这点礼数我们温家还是有的 爷爷老了 你们那个求婚仪式 爷爷就不参加了 留给你们年轻人自己折腾吧 但是别忘了 别丢面 谢谢啊 喂 怎么了 您现在马上回老家 等晚上过来找你 可是我现在 月月 就当姐姐最后一次在求你 你一定要帮帮我 这件事情不要告诉任何人 包括温静晨在内 不然 不然我会有危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都过了半个多小时呢 这 你别着急 她可能是堵车了 我打个电话 她怎么不接啊 这个 小荣啊 我不该那么小气的 之前已经是个小事了 虽然是小事 但这件事情折射了你对这个世界的认知 你知道两个人在一起的冲药条件是什么吗 是五官 但决定两个人能不能长久在一起的 是三官 我不跟你说了 你 怎么还上升成价值观层面了呢 那我五官过关了吗 那我五官过关了吗 还行吗 那五官过关了 三官还可以改的吗 三官还可以毁呢 姑奶奶 你总算是来了 平安有提升嘛 同宽姐妹同 怪不得来这么晚 哦对对对 赶紧的 人家都等着急了 你不是约 你是袁思雅 你听我说 现在情况有变 裴修哲很可能已经把事情都告诉了爷爷 月月呢 他人在哪儿 我已经让他回川田氏了 现在很多事情我没法跟你解释清楚 但是 我希望你能够答应我 所有的事都不要告诉月月 还有 告诉你哥 让他不要白费力气找了 原月月小姐失望 骗婚也就算了 连怀孕你们也敢骗我 爷爷 您听我跟你解释 你先解释这个吧 很好 你们俩都不说话是吧 这怀孕的事 我无法拯救你 但是这合同诈骗之事 我想你原月月小姐 心里应该清楚 原月月小姐 你有权保持沉默 若你这是我们的家时候 上升不到法律座面 爷爷 月月跟这件事情没有关系 这中间有很多误会 您听我慢慢跟你解释 我不想听你解释 原月月小姐 我现在给你两个选择 一 二 二 一 二 你们原家 和我们温家对簿公堂 走法律程序 我一定会告得你们原家 倾家荡产为之 按照合同规定 我会让原家石 袁思雅 做我一辈子的狼 这齐二呢 你现在马上 从金晨的身边永远消失 第一份 由我来决定 爷爷 你这分明是在逼他选择消失啊 他要是一个有理智的正常人 要我选 他一定会选第二个 爷爷 我欠他的 张医生 你跟了我十多年 你就为了那么一丁点的钱 违背了一个做医生的医德 袁小姐 她确实是怀孕了 怀孕了你为什么收钱呢 金晨 袁月月是不是没怀孕 对不起爷爷 这件事情 确实是我们骗了你 冤枉 袁小姐 她确实是怀孕了 张医生 对不起 这个事情 我们也是迫不得已 没想到 我不是 你不认为 对不起 我 我 爺爺所做的一切可都是为了你呀 你绝对不能为儿女私情所困 爷爷 您一定要这么逼我们吧 我是逼你吗 我是在纠正你的错误止损而已 你说你从小到大都挺听话的 可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 我只想自己把握自己的人生 你为什么非要逼我呢 你去哪儿 请说话呢 哥 跟你脑筋一点 哥 裴小舍 你以为你报复的人是我吗 你知不知道因为你的原因 思雅被爺爺送走了 你说什么 我说什么 本来要送走的是袁月月 思雅觉得对不住她 于是代替了袁月月被送走 那还不是因为你们温家的错 搞得什么豪门温怨 把思雅牵扯进去 你有什么资格 对别人的感情指手画脚 当然有 因为某人假装我的朋友 来对我的感情指手画脚 都是因为你 思雅才会被带走 你再说一遍 哥 你冷静点 你却倒了没喝的 冷静一下 很多事情你不知道 我哥 从小就没有被我爷爷认可过 所以他才会对感情的事情 非常在意 都说我的错 不用那么虚伪 我刚刚喝多了 我承认我虚伪 有一小部分原因 是因为嫉妒 因为自私 因为愤怒 对不起 你 你现在看什么 你去哪儿 我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对不起 你不用跟我说什么对不起 你怎么对我都可以 但是事关私养 我不会轻易原谅你 多说无用 我会用行动来证明 怎么证明 我借我所有的努力 去证明 来啦 走吧 爷爷 我有话想跟你说 我也有话想跟你说 靳晨啊 我知道你现在很难过 结束上一段感情最好的方式 就是开始新的感情 至于是个不错的姑娘 也是非常适合的人选 你们也有感情基础 可以重新开始 而且天一正在和我们公司做 成官商业区的开发 刚好 你们俩可以强强联手啊 可是感情又不是开关 您说开就开 您说关就关的呀 一个成功的商人 要懂得控制自己的情绪 情绪 当初让我跟他分开的也是 现在让我跟他好的又是 您不觉得很可笑吗 此一时彼一时 我有我的布局 所以我们都是您的棋子上 温董 我单独和温总聊几句 我有话想跟你说 我有话想跟你说 说吧 你又想干嘛 赚钱 什么意思 我把温良晏在天一的股份 都收够了 现在是最大的股东 作为新兴的地产公司 需要温氏的品牌加持 这只是一个合作 仅此而已 看来是我自作多情了 那我为什么要帮你 是我帮你 只要你跟我出席一天的 商业活动 我就会去跟温董说 我对你没兴趣了 如何 如何 特意给你做的 你看你最近瘦得跟我似的 这个小小姐 似的 这个小小姐 你不是 你不会是有了吧 你又有经验啊 那电视剧里 都这么演的呀 你还是少看一点电视剧吧 别被电视剧给带跑片了 我可能是吃坏肚子吧 吃坏肚子呀 吃坏什么肚子呀 你这等一下我明天 帮你约走愈演啊 你这得好好查一查 哎呀 不用那么麻烦了 不行啊 一定是俊晨回来了 快快快快 我给您盛饭啊 你回来了 说了吗 我都还没机会开口 他让我跟叶芷余合作 还让我跟他培养感情 不过我跟他说清楚了 只是合作而已 你说我到底是什么命啊 我是八字不好 还是婚姻功不好呀 怎么结个婚就一拨三折的呢 月月 你放心 这一次呢 无论如何 我都会跟爷爷说明白 就算被逐出闻事 我也在所不惜 没关系 就算被逐出闻事 咱们不还有名餐厅吗 欢迎你来吃点饭啊 你不说我都给忘了 我们家月月可是老板娘啊 对啊 我养你 你确定能养的钱 必须的 哎呀 小月姐 要是靠你来养家 我估计 我早就要下岗了 你不要瞧不起我好吗 我可是 要把名餐厅做大做强 走向辉煌的超级无敌漂亮 老板娘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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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吃饭吧 你尝尝这个 过于一桌的 超纯年和温世集团的总统 吕温靖晨 本集是不及别初恋 请问这是真的吗 我最后的 你很买了 那我都想起来 你和温世集团的总统 是为妈妈的最好 你和温世集团的总统 你只能不能在海上 吕温世集团的总统 我可以跟你解释 你来看 你看 这个报道也太夸张了吧 说你居然有五百亿 还说 还说我是心机表上位 嗯 你不生气吗 我生气什么呀 我笑得眼泪都快出来了 我倒真希望你有五百万 哦不是 五百亿 这个新闻要是真的就好了 你再看这条 这条更夸张 我跟叶芷余地下情三年 还有私生子呢 我说现在的八卦记者 写个八卦也划水 是不是太不经验了 太不走心了 就是 虽然你吃醋 我觉得要跟你解释很麻烦 但是你现在丝毫不吃醋 是不是有点怪怪的 你希望我吃醋啊 嗯 说 你是不是在外面有个私生子 没有没有没有 说 你是不是有五百亿啊 我倒是想有五百亿 五百亿呢 五百亿呢 我把五百亿拿出来 对对对对 有点麻烦 问你 你是不是想不动 会遇到没什么 赶紧 我希望他们会 你要干净 你会别人 不想干嘛 你还是没有 你再留下 你以为这样就可以让我和月月决裂了吗 你也太看抵我们的感情了 你也太高看我对你的感情了吧 温锦辰 好 你是在抹黑我 从而拉低温氏的股价 好让资方从温氏撤资 注入天一集团对吧 顺便也给温老爷子提个醒 他本该送走的袁月圆 还在国内消养着呢 你连我爷爷现在都敢算计 要不救我 这股价一天就跌了三个点 你知道这损失该有多大吗 角色是您做的 叶子月是您找的 谁子算是好 这股价一天就跌了三个点 那袁月月的事情 你能解释一下吗 她为什么没有出国 我是你爷爷 你居然伙同他人来骗我呀 爷爷 这本来是一个非常皆大欢喜的事情 现在闹成这个地步 全是您非要按照自己的意思 来影响我们的感情 影响我们的人生 您太任性了 我就任性怎么了 用得着你来教我做人吗 我告诉你 所有的这一切 都是由于袁家的不诚信所导致的 我要告到他倾家荡谈 那我去给袁家找律师 很好 我没想到我一手培养出来的接班人 竟然要跟我打官司 爷爷 爸走了 哥也走了 现在连我也要走了 您 您除了公司和钱 还剩下什么呀 你给我闭嘴 轮不到你来教训我 我现在 只想问你一句 你真的准备和那些背信弃义的人 跟你爷爷撕破脸哪 我只是在保护我心爱的人而已 因为袁月月的出现 我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快乐 那你这么说 你在温家这些年 难道就没有一点快乐是吗 好 既然这么有勇气 那我倒要看一看 你一旦离开了温家 你还怎么样过出一个精彩的人生 从今天起 你被解知了 马上从别墅给我奔出去 你去哪儿去哪儿 好 好 我今晚就送 想要先送 傑儀 别送了 小燕姐 少爺 你们真要走啊 要不我们再回去劝劝爷爷 没用的 也有现在跟他的关系 早晚会走成现在这样 其实爷爷这个人吧 就是性格有点古板 有点任性 人还是蛮好的嘛 那那那你们要走 你得把我带上 那我得照顾你们啊 贵爷 我还会回来的 他毕竟是我爷爷嘛 您说您跟老太爷将什么呀 我要是不这么做 爷爷永远不会意识到 自己的问题 对了 小燕姐 我给你预约了 私人医院的全身检查 你明天可别忘了去啊 私人医院 我们还去得起吗 体检身体而已 能花几个钱啊 我就说我们不会 没地方住吧 这是我之前的长租房 还好 我们要给退退 吴先生 对不起 您的咖啡冻结了 不能入住 吴先生 您的咖啡冻结了 我尝不及了 她们尝不及了 咖啡冻结了 我尝不及了 我尝不及了 加了我尝不不及了 还得往一里 我尝不及了 不及了 我能够了 我尝不及了 进来吧 怎么了 没 没事 谁啊 你来干嘛呀 我来找月月道歉的 谁啊 我跟你说啊 月月不知道这件事情 你别说漏嘴了 那你为什么不跟她说 那可是她姐姐 首先呢 我非常了解我爷爷的性格 她不会对丝牙怎么样的 而且 如果现在让他们知道 闹翻的不只是温家 还会是原家 就算现在告诉他们 他们除了把事情闹大 什么也做不了 我们现在 只能慢慢攻破爷爷的防线 等他继续了 一切都可以解决 秀哲哥 你怎么来了 我们住在外面怎么了 我们住得挺好的 不用你操心 对啊 你不用太担心我们 但是你自己 少喝一点酒吧 嗯 只是看你最近啊 都瘦了 你自己要照顾好自己 嗯 你是当我不存在吗 嗯 我还有事儿 有事儿 记得联系我 嗯 你慢点啊 月月 困难呢 只是暂时的 等爷爷气消了 一切都会变好的 好 我 我真的有了 有有有有有 哎呀 太好了 太好了 有了 不是啊 这孩子是我的你激动什么呀 我就说有了嘛 你们都不相信我 对不起啊张医生 是我麻害了你 没关系没关系 有了就好啊 这前三个月吧 尤其要注意啊 你有流产的前兆 嗯 我开点药回去 按时按点地吃 那有什么别的要注意的吗 嗯 尤其要注意休息 要经常吃的 用的呢 一定要最好的 我相信你们温家 一定能提供的 嗯 脚飞去吧 这私人医院也太贵了吧 到底是吃钱还是吃药啊 我现在就给爷爷打电话 说你回院了 好 爷爷他不接电话了 他肯定还在生气呢 要不然我去找笑容 你去找文娟 看看能不能 那多没面子啊 现在还要什么面子啊 你怎么在这里啊 秀哲哥 我回去想了想 心里实在很故意不去 故意不去什么 所以呢 去我家住吧 你家 不去 好 还挺大 所以你们因为担心月月才过来的 我知道 你知道月月对我余情未了 所以 才不肯发来我家住他 我们两个连孩子都有了 他也能对你余情未了啊 哎呀 不是都已经说清楚了吗 大妹夫小舅哥不要吵了 咱们现在是一家人了呀 谁跟他一家人 你干嘛呀你 找房间放行李 你们家该不会就这一张单人床吧 你猜对了 你好歹买个双人 我一个单身汉 一张单人床就够了呀 那这怎么睡啊 你是傻 医生 病人还没有度过危险期 这样昏迷时间太长 极容易导致心脏周庭 这点一定要注意 周庭 去哪里 原来是你一直在操控温室的股份啊 既然您都知道了 知道如今我也事不相瞒 对 是我 但是爷爷这都是你逼我的 你明知道 我跟斯雅是真心相爱 可你却活活地拆散我们两个 没想到啊 但是爷爷这都是你逼我的 你怎么跟你那个不争气的爸一模一样 感情用事 那是因为我们都是人 我们不像你 你就是个冷血的 在你眼里 只有李 没有感情 爷爷 从今天开始 温室 我说了算 您可以退休了 你 再见 你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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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你 怎么了 爷爷病危了 哥 爷爷怎么样了 你怎么会调到你 我已经在手术了 与生说 是不是情况不太好了 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呢 我没力儿告诉你啊 是因为我跟爷爷吵架 所以倒是他进医院了 我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 要是爸这时候再多 爸爸现在应该 在数目老马逢上面吧 如果他不跟我们联系 我们找不到他 我相信叔叔肯定会出现的 爷爷怎么样了 爸 你怎么回来了 有一个ID叫月月的 在地下旅游站 发布了一个 全网找我回家的消息 我见到消息 我就立马回来了 我是刚回到家 就听说你爷爷住院了 所以我立马就赶过来了 月月 是我 行啊你 地下旅游网 这你都知道 之前也有穷游世界的想法 这不你上次跟我说 你爸出去云游四海了 我就一直在网上发布信息 本来想给你个惊喜的 大夫怎么样了 病人啊 已经度过危险期了 短期之内能够苏醒 那就应该没有问题了 谢谢你啊 我哇 你不想过 不然时间 你都这么回来 你还读得他 比较好 你还得以为 我想一下 从你这次 你从我觉得 你先一次 你这个校图 当他得知事情真相后 板着脸沉默了两久 最后说了一句 我就说你们全家都是王子病犯 随后生气跑掉 我问他去哪儿 他委屈地说道 我现在就去照顾你们家老王子 让他把我姐姐还给我 于是 爷爷在月月的细心照料下 终于慢慢苏醒 小伙子 我先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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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前女妈 能不能再帮我 爸 你醒了 爸 我回来了 你出去吧 我不想看见你 爷爷 您刚度过危险级 不能再动怒了 我要是动怒 他还敢回来吗 爸 您病得那么严重 我必须得回来 来吧 我给你从尼泊尔 求了一个平安符 您看 来 爸 我知道 往我账户里打钱的 不是金晨 一直都是您 我呀 没给他打过钱 我跟他 我跟他早就断绝了负责关系 他爱干嘛就干嘛 我管不着 行行行行啊 您管不着啊 那我这次回来看你 你也管不着 行了 这次回来呀 我就不走了 爸 我这全家人啊都团聚了 您呢 也算走了这么一回 爸 以前的事情啊 咱们呀 都放下吧 这眼前的人哪 最关键 是啊 爷爷 我们错了 您别生气了 爷爷 我知道你不想看见我 那我离你远一点 还不够远啊 那我出去好了 我呀 不是让你出去 我是让你过来 过来 过来 你开始 对不起 是我们原家的错 但我相信您是一个 善良的人 您一定会原谅我们的 对吧 我善不善良还用你说呀 你不是开餐馆了吗 能不能给我送几个拿手菜过来 没问题 偷偷的 来了来了 菜齐了 看好了 可以吃饭了 我先恭喜温老爷子出院 这下这误会呀 全都解开了 咱俩家又是亲家 要不我这公司啊 还是您把它收购了吧 卖 什么卖啊 公司本来就是留给斯雅和月月继承的 你都这把年纪了 平时听得取话多少钱 你还想发财啊 我的错 我的错 都听你的 听你的 真是财你 我已经派人了 把斯雅接回来了 谢谢爷爷 这些年是我做的不对 对不起 要怪 就怪你爸 你们是无辜的 哎呀 我就说了嘛 我们的爷爷是最大度的 不可能跟我们计较的 对吧 没错 我可没原谅你们啊 你们这俩臭小子 成天就知道谈情书爱 跟你这不争气的爸 一模一样 是是是 只子莫如妇嘛 好了 别计较了 今天温老爷的出院 我们来恭喜一下他 来来来 敬藤一下 来 幸温老爷 祝爷爷 身体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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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饭吧 吃饭 吃饭 来 吃饭 吃饭 你看这环境 有什么事 你干什么说呢 哥 喝茶 喝茶 爷爷 喝茶 谢谢 谢谢啊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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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谢谢 爷爷呀 你过来 就吃饭 爷爷 你有什么话 先跟我讲吧 没你事 爷爷 爷爷住院那段时间啊 你为了照顾我 辛苦了 你说 需要什么 爷爷 都答应 真的吗 爷爷 你 说 快说 爷爷 我倒还真有一个小请求 不知道爷爷能不能答应 我不是说了吗 什么我都答应 我从来都没有见爷爷 开怀大笑过 爷爷你能笑一个吗 不行 爷爷根本就不会笑嘛 阿爸 您刚才不是都说了吗 什么都可以答应 在笑语面前说话 得算话 你闭嘴 爷爷 笑一笑 十年少 你看 笑一个 爸 你笑一个 火闹 笑一笑 笑一个 笑一个吧 笑一个 笑一个 好 那 我就笑了 笑 来来来 我就是我 我不会笑 不是笑得挺好的吗 来来来 你这学校 我总算知道爷爷为什么不笑了 吃饭 我怎么 每个男人都期待一场浪漫的婚礼 期待着身披铠甲 去迎娶自己的公主 那应该是此生最闪耀的一刻了 举行婚礼 是全世界最美好 最浪漫的事 尤其是和自己喜欢的人 都顶好啊 洗手间的窗户 一定要关得严严实实的 所有的出口也要看守好 窗户下面一定要放好软件 小元不见了 思雅呢 思雅在不在 思雅也不见了 人呢 我们还要去选衣服来着 今天醒来他就不见了 没事没事 不管你的事 小元之前也逃过婚了 谁说月月逃过呢 她是不会逃过婚的 那可说不出 这两人不会真的阻动跑了吧 这可怎么办 您看吧 女人就是这样 关键时刻爱矫情 是不是兄弟 刚搞不好 都什么时候了 能不能不开玩笑 找人吧 哥 走 别找了 婚礼照常进行 我说亲家 这个婚礼以后 你可不能着急走啊 还得陪我耍上两拳 这您就别担心啊 我老早就把那鸡麻桌 都给您准备好了 好嘞 女儿的婚礼啊 打什么麻将啊 不是 就打两拳 玩两拳就好了嘛 行行的 好 打两拳 各位 今天是个好日子 首先感谢亲朋好友的丽琳 让我们伸出双手 以热烈的掌声 有请 两位新郎 入场 好 两位新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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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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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已肚子 既然新郎不在 那就用他代替吧 交杯酒我先喝 这怎么回事啊 我听说 两个新娘都是原家的女儿 我就不知道原家 究竟哪有那多女儿 收嫁啊 我问你 是不是咱们俩雷够成婚 рай 那 这说什么呀 孩子都有 逃什么回来 乌鸦的罪 好 让我们掌声再次响起 今天呢 虽然新娘不在 但是并不妨碍我跟她结婚 总之今天这个婚 我们是决定 无论是否有人出席 那我们就开始吧 等一下 没有 他们可这么漂亮呢 你能分出来谁是谁吗 我要是能分得出来就好了 你快想个办法呀 不然今天这个婚真的结不成了 和你走在一起 圆月圆 还想跑 你的身体可是出卖了你的 没意思 一点都不好玩 走 想翻开套路牌的谜底 未来续近 等不起再憧憬天没续起 也担心你笑我太心情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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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安心得凭回忆 仰心不违 等待续 想告诉你 想法买的原因是你 心底的秘密是你 全世界高不高脾 好 现在请新郎为新娘戴戒指 你的中意 让我 Marriage心疾 好 你确定我是袁思雅吗 我还剩下什么 大雨一直哗啦啦的下 倒影才是里面最美的脸颊 是我深爱的你呀 等待这场英雄海天一向的晚霞 无尽的美好我只有那么一刹那 向往的一刹那 每天笑我跌跌撞着害怕着怕那 见到你之后又开始说胡话 我说你刚才去哪儿了呢 原来跟你姐姐在想着 怎么整我们呀 有没有让你印象深刻呀 我看着把爱上你 后是你呀 为其允许偷走我的心 我该怎样 怎么也冷静 有我对你说我不爱你 这边行 来 到青蛙服了啊 好好好 等一哈 等一哈 贵爷 你怎么才来啊 婚礼都快结束了 你怎么穿这么少 来来来来 小心地上 靳晨 小小姐 这个就是我们家小萌 原来真的有小萌这个人啊 那可不嘛 不错哦 恭喜你们二位啊 你们俩真的是郎才女貌啊 谢谢 嗯 我们家贵姨 有没有经常提到我的名字啊 可只是提到呀 贵姨的口头禅就是 我们家小萌 那是当然 所以啊 我规定她必须每天都提到我的名字 防止沾花惹草 暗清 应该很少有人像你一样 眼光独到 忍 IDR 明明该不会欺负妹妹吧 明明是欣欣欺负哥哥好吧 我真的是受不了你这个女儿女了 慢点 姐 你不会用 你可千万不要告诉爷爷 我可不想再吃那些奇奇怪怪的补品了 可以啊 哥 速度挺快的嘛 你没事吧 来 走 咱们进去 是你 心底的秘密 是你 世界多不容易 要生 你自己生 你的宠宁 让我有勇气 告诉你我真的喜欢你